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继续来学习Ansys里边的基础功能的使用 那么重点的话呢,我们这一次关注在图表的右键的几个功能菜单 它们的一个作用和具体的一个用法 咱们切到Ansys这个界面上来 随便找一个图表 然后的话呢,右键来看一看啊 有很多很多的右键,对吧 我们呢,挑几种几个比较重要的呢 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演示 就要拿这个响应时间来说好了 这个响应时间,我们先把它给删掉 右键,第一个,set filter,group by,顾名思义 设置一个过滤的查询条件 或者呢,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分组 点进去啊 在这里边,上边部分就是设置过滤条件 下半部分就是进行分组的 设置过滤条件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了解SQL语据,了解数据库就能够知道 在SQL语据的这个Wear这一个子具 它就是设置查询条件的 在这边的我们的这些响应时间的数据 它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数据 保存在我们的access这个数据库里边的 前面给大家讲过 咱们的这个结果收集到的数据呢 是保存在一个output.mdb的一个access数据库里边 所以呢,它本身这些数据也是以表格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这些表格存在的数据 我们呢可以设置一些查询条件 比方说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要不要包含想思考时间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呢设置 包含或者不包含 或者说我们事物的一个结束状态 是指关注pass的这种成功的事物的一个响应时间 还是有如果有失败 有这个stop的这种事物的状态 这些响应时间我们都把它给展现出来 OK 或者是呢 我们这边再来看一看啊 一个比方说VuserID好了 我们这边看到的默认的情况下 所有的这些响应时间是针对所有虚拟用户而言的 我现在的话呢 就不妨直接来看某几个虚拟用户 他们的一个响应时间的数据怎么样 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 比方说我要看一共有30个 对吧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五个 第十个 第十五个 第二十个 和二十五个 和三十个 我隔几个 找几个用户出来 隔一 隔五个 我找一个用户来抽一下 看看他们的一个响应时间的情况 那么把它拿过滤出来 这边四个时间不包含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数据 包括这些平均值 它的 核算出来的就不是所有的虚拟用户 而是我挑的那几个虚拟用户 它的一个数据 OK 就这么一个道理 这是关于过滤条件 我们呢 选择默认 把它给取消掉 让它显示所有用户 那这边group by呢 其实也同样跟 sql语记里边的group by 进行数据分组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 事物的结束状态 可以进行分组 我们的 这个user id 可以进行这个分组 我们事物的这个层次 可以进行分组 这种呢 没有太大必要 user id 进行分组 也没有太大必要 事物的结束状态 分个组 当然也可以 这样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事物 有pass的 它有pass一个组 有fail的 fail一个组 简单看一看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边 查询出来的都是 似乎是成功的事物 那么它把这些数据 给查询出来 并且进行分组 但是事实上呢 由于这边 咱们这几个事物 没有失败的 所以这边呢 其实还有 如果有失败的 还有一个分组 就是home page 冒号fail 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login冒号fail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它会继续往下走 按照这个分组 这是关于过滤条件和分组 我们可以用vuserid来进行分组 来看一看 因为vuserid一定是存在的 我们有30个虚拟用户 那么它就会分成30个组 那么看到的 就会数据量就很多很多了 每一个事物都有30个组 这边数据 一片一片的 有什么意义 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说呢 让我们能够更细致的 这些数据进行 报表的一个呈现而已 对分析来说 对我们找评 找问题来说 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也就是呢 比方说我们要去做一个 什么新能试试报告 弄这么一堆数据 往那一放 对吧 这个看上去 好像显得专业一点 也就这么点作用了 所以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这个拽药道呢 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就是呢 把某一个事物的时间 单独的拧出来显示 没有太大意义 好 第三个 所以我就不再给大家去讲了 你们需要的话 自己玩一下 SetGranularity 设置一个数据的 这个时间力度 默认是4秒 这个图默认是4秒 什么意思啊 我们先把这个 过率分组取消 默认是4秒 是意味着呢 就这边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图表上 其实又不是有很多数据点 数据点之间的间隔 是4秒钟 这边我给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数据点啊 就这边这种 正方形的小方点 它的数据是 这4秒的时间段内的 一个取得一个平均值 它并不是 这相当于是 把每一个响应时间的点 都拎出来了的 我们如果把它射成1秒 我们那看到的数据点 就会很多 对吧 因为呢 它的原始数据里面 有很多很多数据 它这边呢 力度射成4秒 只是让我们图表看起来呢 就通过它的一个默认设置 我们图表看起来 比较这个 这个 好看一点 然后呢 要分析的话呢 它的趋势也能够展现出来 比方说 我现在把这个力度 射成20秒 那这样一个趋势 时间点差别 相对每一个点的数据呢 就是它前后20秒的一个平均值 取得把这个点瞄在这 但我们看到 如果设计力度太大了 是不是这个趋势完全就变了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 那还可以再猛一点 设计100秒 那看到就是一条线了 这个更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这边呢 这个力度 基本上来说 一秒钟肯定可以的 很多点都是一秒钟都会收集到 有些一秒钟两秒钟 如果有深刻 time的话 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但是呢 设计太小了以后 如果数据量特别大 你这边看到的就 就完全密密码码的 这个整体的趋势反而也把握不走 所以在这边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设计 坑力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但是建议大家 直接保持lowrunner的默认词 趋势也有了 数据呢 也不会丢失特别严重 OK 这是关于设计力度的 还有第四个view measurement trends 查看咱们的这个趋势 查看这个趋势 查看这个趋势的话呢 它其实这个图相对来说 做了一个稍微的一个变化 它的变化呢 就相当于 你看啊 我们来看看 不查看的时候 这边的几个响应时间 是不是 home page打开首页的响应时间很短 所以它在下边 然后我们的 歪轴呢 对应的都是它的响应时间 然后这两个 login和pose呢 它的响应时间要长一点 所以它们在上面 但是如果是查看趋势的话呢 它相对把两张 无论上下 把它们都合在一起 就相对把下边 home page那一条曲线 往上移了一点 把它们合在 重叠在一起 来看到是 它们相互之间的一些变化趋势 其实你发现 当你合在一起以后 你去看 好像它们这三个 事物的变化趋势 还真的有点像 对吧 都是差不多的一种变化趋势 这是呢 通过这个 趋势图的一个 这个重叠 我们可以看到的 因为这样 下距离上一下 你可能并不能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呢 我们呢 直接让它以一种趋势的方式展现出来 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们把它们重叠在一起 就这么一个作用 好 view cursor 没什么实际用处 我们呢 也不用忽略 直接下边 view real data view real data 原始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时间范围 默认呢 是整个时间段 我们运行了三分零二秒 整个时间段的原始数据 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 获取到原始数据 获取到原始数据了以后 在这边 在右 右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栏 real data 在这里边呢 它就会把每一个虚拟用户 每发的每一次请求 对这个数据 全部都给我们展现出来 好 我们这些虚拟用户 一共发了多少次请求 在距离运行时间的 第多少秒 第175秒 第170秒 第165秒 第180秒 在某一个 时间 什么时间 然后呢 发了一次请求 它对应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那当然这个响应时间呢 应该是说 可能包含着这个 思考时间的吧 看一看这是哪一个事物 大开首页的这一个 大开首页不可能要6秒钟 应该是包含了思考时间 在里边的这个原始数据 咱们咱们呢可以获取的 那获取到以后 展现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始数据 直接导出到一个塞表格里边来 我们可以直接导出到一个塞表格 导出出来 导出出来了以后有什么用 咱们导出 先导出 导出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Excel表格的绘图的功能 比如说这一列响应时间 这响应时间这一列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 这个Excel的绘图 画一个直线图 这个稍微有一点没有展示成功 现在重新来 选择这个 由于这边 它有一些 不是以导致数字的格式来展现 所以我们呢 先把这个 这些错误呢 都先给忽略掉 我们就直接啊 把整个所有的响应时间 单独考出来啊 单独拧出来 忽略掉这个错误 转换为数字 然后呢 选中这一列 直接插入一个折线图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所有的原始数据 它们的一个趋势 当然呢 这边 单纯这个数据 没有意义 因为呢 这里边数据 包含了每一个事物的 我们更多的 还需要去关注的是 不同的事物 不同的事物啊 它们的对应的一个响应时间 还要去关注呢 这个响应时间 它运行时候的一个 所在的时间节点 到底是在多少秒的时候运行的 按照运行的时间顺序来 这样画出来的图呢 才有意义 所以 但是呢 这就是Rodata啊 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呢 除了可以 使用这个 analyst组件 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功能来 绘制这个图表以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原始数据导出来 自己来画一些图表 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 OK 它其实这个功能本身很简单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导出来以后 我们能用它来干什么 这取决我们自己啊 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接口 让我们导出数据 其实呢 它即使没有提供这个接口 我们仍然可以获取到 它的原始数据 直接在这个结果的目录底下 用XS打开这个数据库就可以了 原始数据全都在里边 我们想用什么直接用 这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所以这是这个 View Road Data的一个功能 事实上这个右键菜单 前面讲的这几个 都是一些小的功能点 它也谈不上有什么技术要求 技术含量 对吧 就是会操作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 关于合并图和关联图的 这么两个功能 这才是咱们的这个右键里边 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我们所以呢 一起来重点关注一下 合并图和自动观点 那么合并图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前面我们给大家讲 单纯的这一张 Rolling User这张图放在这 甘别别的放在这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单纯的这么一张 HPS图放在这呢 意义也不是太大 单纯的这个响应时间放在这 我们也就只能看到 它的平均响应时间 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呢 它到底对这个系统影响有多大 到底这个响应时间的快满 跟哪些因素的关联性最高 我们其实不清楚 所以我们通过合并图 和自动关联的这种方式呢 可以能够更清楚的 去发掘他们 这些数据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 和他们的一些变化趋势 相互之间的影响 而这对我们来 对性能测试的平均 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了 那么所以我们呢 就来看看啊 我们现在呢 假设来合并一下 合并一下这个虚拟用户数 和我们的一个平均响应时间 他们之间的一个 关联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呢 切到running user 选择右键 merge graph 合并图 注意啊 这边如果我们选择这一张图 来合并running user的话呢 它相当于就会 主要的关注是running user 就相对把因果关系给颠倒了 相当于是我们 随着响应时间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虚拟用户数的变化 这很明显是倒过来的 对吧 不应该是 因为响应时间是结果 虚拟用户是因响应时间是果 我们不能倒过来分析 响应时间是因 因为响应时间的变化 来看虚拟用户数在变化 这个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了 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呢 这个是因 那么就在这边合并 被合并的图呢 是果 这样呢 得到的这个合并图 才能正确的展示出来 它们的变化趋势 我们呢 跟平均响应时间进行合并 合并的类型呢 有三种 overlay 沉底 就是把两张图表呢 放在一起 以前 以后啊 完全重叠在一起 看看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二种呢 叫tail tail呢 就是一张表在下 上面一张表在下边 两个表呢 对比之后来看 这个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意义 所以我们不专门去讲 最重要的是 关联分析 correlate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关联 跟我们的VUG里边 开发脚本的那个关联 完全两个概念啊 VUG里边的关联呢 是指从响应当中去 通过左右边界 查找点内容 而这边的关联 是纯粹统计学里边的 一个概念 就是 这个数据的 关联性分析的 那个关联 那我们呢 合并图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关联 那先来看看overlay overlay 相对于两张图表 重叠了以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张图呢 是对应的虚拟用户数 这边呢 是几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把这几个数据呢 全部重合起来 放在一张图表里边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变化趋势 比方说像这张绿色的 login 我们先把另外两个 先隐藏起来 只看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基本上 看到一个什么趋势呢 就是随着虚拟用户数 就是增加 你看啊 我的这个响应时间 是不是在慢慢的 有点微微向上 增加了一个趋势 虚拟用户数也越大 这个响应时间 是不是越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后边呢 虚拟用户数 持平了以后 我的响应时间呢 反而跳动也挺 也挺平凡的 没有明显的保持一个 很平均的一种状态啊 左右上下的跳跃 这个幅度还挺大 这能得出什么结论吗 通过这样一张图 其实我们是很难得出一个很准确的结论 为什么 这个趋势太不明显了 这边虚拟用户数增加的趋势 导致响应时间的增加的趋势 不明显 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 按照这个慢慢增加的 而且幅度很少 很少的 很小的这样一种 这个震荡 而是这个响应时间 一会上去 一会下来的 所以 这两张图合并在一起呢 本身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分析 这个随着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持平或者减少 我们响应时间的一个变化趋势的情况 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数据 收集的这个量太少了 时间太短了 趋势不明显 太跳远了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啊 我们本身这个数据就是没有很认真的来对待 对吧 脚本呢 也都在用户口的 controller这边呢 也简单的给它设设了一些时间间隔 我们设的时间间隔是 比方说好像是15秒对吧 我们当时设的是每15秒钟 增加5个用户 然后呢 运行到这个一半的地方 就开始直接就停止了 直接就运行到这个附近 就三分多钟 就直接停止了 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来运行这个场景 因为当时的目的也不是说要得出多么准确的数据 而是呢 把整个流程跑一遍 所以这样的数据呢 本身没有参考价值 我们看不出很明显的变化趋势 那不妨再把running user和我们的CPU利用率 使用率呢 再来合并一下吧 和我们的windows resource 再做一个重叠的合并 来看一看 这两张图能不能得出一点什么结论 找个CPU利用率 其他的我们先把它给隐藏起来 线条太多了 对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到 这个变化其实还挺靠谱的 趋势用户数慢慢增加 我们的CPU呢也在增加 趋势用户数持平了 CPU也持平了 但是我们发现CPU为啥持平呢 原来CPU已经到100%了 那最大也就100% 它只能持平了 但是时不时的CPU呢 还在往下这个低了一点 这又是什么原因 这个趋势啊 我们是不是就看到 大家想 你如果把两张图单独分开 你是不是根本感觉不到 这个趋势有什么观点关系 但是把两张图重叠起来 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到 随着虚拟用户数增加 我的CPU的变化趋势 是很明显的 所以CPU对于这个虚拟用户 数量的多少影响 是完全的层层比 观点关系很高 这个观点相关性很强 或者说就我们讲的 如果大家对统计学还有影响 就这两条曲线 它的相关系数是很大的 但是呢 这边我们看 30个虚拟用户 基本上也到这个系统的极限了 当然这边我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我这一台电脑上 为了给大家演示 什么数据库 服务器 客户端 所有东西全在这一台电脑上 所以这个CPU 花了这100%的CPU 不见得支持 只是这30个虚拟用户消耗的 或者说只是30 处理这30个虚拟用户的 服务器消耗的 这边这个详细的数据 没有 所以不能往下结论 正常的情况 咱们是不允许这样来做新能测试 正常的情况 你的数据库该在什么地方 就在什么地方 你的web服务器 应该在三层架构 就每层的 这个 就应该有不同的机器 客户端测 新能测试 专门一台电脑 或者多台 我们的服务器 一台或者多台 而且数据库呢 也最好放在单独的电脑上 单独的机器上来做 避免我们这样 什么东西 都在一台电脑上 这做不出什么 有用的一个性能分析的 这个数据看到了 我们都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知道 这30个用户 就是它的最大用户数了 因为 CPU被谁消耗的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OK 所以这种性能指标的监控 要严谨 分析的话呢 一定也要严谨 要小心 那么但是呢 我们讲单纯说 通过这个merge graph 这个功能我们来看啊 我们了解是什么意思 这节课呢 目的也就达到了 它就是把它们重叠在一起 那再来看看 merge graph里边的 相关性的一个分析 比方说我们还是来和 响应时间做一个 相关性的分析 然后我们看看 这张图呢 合并了以后 它得到的一个图 它的横坐标不是时间了 而是虚拟用户的数量 重坐标 平均响应时间 没有问题 前面我们看到这些图 横坐标都是时间 这张图呢 它直接把虚拟用户数 作为了咱们的一个横坐标 那也就是说啊 随着我们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咱们的平均响应时间的变化趋势 这就是这张图表明的一个意义 咱们一定 以后我们有可能呢 会去看到别人的一些图 咱们一定要知道 对吧 这张图到底在代表什么意思 它在说什么 这张图就是啊 随着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响应时间的变化情况 我们看到 比方说拿logo印来看 随着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我们响应时间看到 的确是在慢慢往上走的 但是这个跳跃还是有点大 对吧 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还需要更精确一点 这就是相关性的分析 它把两个因素 一个变成因 一个变成果 然后两个来进行分析 这就是合并图的correlate 这种correlate 跟我们接下来讲的autocorrelate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再用autocorrelate 再来关联性的分析一下 这个平均响应时间 再重复演示一下 右键autocorrelate 因始终放在 在因的这一张图片上 进行关联 不要在果的那张图片上 进行关联 否则那样就因果倒置了 然后呢 这边我们有一个 自动关联分析 我们分析哪一个时间段的数据 默认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选择 不见得是选择所有时间 它会默认 会有自己的一些选项的 选择某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现在要来分析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 比方说我就来分析一下 随着我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我的整个其他的因素 他们的相关性怎么样 我就只选择这一段好了 好 然后这边的关联选项 我要跟哪几个因素 进行相关性的分析 我就勾上 比方说我们把windows resource 平均享用时间都勾上 确定 这样又会生成另外一张 自动关联出来的一张图片 确定 好 这张图片我们看到什么呢 趋势就不再讲了 我们会看到这张图片里边多了一列 多了一列叫做 Correlation March 关联匹配度 那么匹配度越高 它自己的匹配度当然就是100% 这是它自己 那么匹配度越高 就表明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 越大 相互之间的影响越大 我们看到匹配度最高的是 可用的内存数量 这里面其实稍微来说 我要给大家专门抢了一下 这两个作为纯粹统计学角度来说 它们是有问题的 虚拟用户数是慢慢增加的 这个可用的内存数是慢慢降低的 它们这两者完全是相反的一个逻辑关系 完全是成反比的 应该说一点关联关系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它观念匹配度最高 其实这边我们要理解 这个指标本身代表的是什么 可用的内存数 可用的内存数在慢慢下降 那么意味着呢 消耗的内存数是不是慢慢上升 而我们评估性能指标 是不是评估的应该是消耗的内存数 所以消耗的内存数呢 它就是慢慢的上升的过程 它们的匹配度就很高了 这个是反折的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81的这个 这个呢大家就相对来说 好理解一点了 对吧 这就是正常的 虚拟用户是增加 我的这个响应时间 慢慢的变化趋势有点过 相关性比较高 它也在增加 但是我们这边的数据 由于采样的数据 颗粒度太大了 而且数据量不多 所以这个呢 不是特别精确 但这就是观点分析 自动观点分析 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这个匹配度最高的一些 这个数据 找到这些匹配度最高的数据 可以用来做什么 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咱们的这几个指标 受这个虚拟用户的 这个多少的影响最大 就是这么一个结论 虚拟用户越少 这个做得越快 响应时间越快 虚拟用户是越多 这个响应时间就会变慢 就是这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包括我们的这个处理器的 对列长度也是一样的 响应虚拟用户是越多 这个对列呢就会越多 证明CPU的使用率 CPU的对列 也会随着虚拟用户数的变化 它的影响也挺大的 这就是自动观点的这张图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 所有上边这些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 右键里边几个重要的功能 重点的就是两个合并图 大家一定要掌握 这是analysis里边 很精髓的一部分 你单纯了解 单个图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太大意思 不能帮助你提升你的技能 一定是把这些图表 合并起来了以后 你能分析出它的规律来 这才是有价值的分析 好 那么 我们前边呢 也给大家讲过 咱们的这个 这些合并出来的图呢 这个变化趋势 其实太乱了 趋势不是那么明显 这个怎么来解决这种问题 事实上 一方面我们脚本本身有点凌乱 刚开始做的时候 生成的这个数据呢 也没有特别严谨 对吧 这个我们肯定知道 我们都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演示 所以呢 比较潦草的把这个数据收集到就行了 但是你看 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这些数据 你到后边分析的时候 你就很难受了 一点规律 很明确的规律都没有 跳来跳去的 怎么解决 其实最重要 最核心的 是我们在controller的设置这个里面 设置场景的时候 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 这样你就会发现 这些 这个变化趋势 就会相对来说 要准确很多了 这个原则呢 主要是针对ramup 和ramdown来说的 第一个基本原则 越慢越好 第二个基本原则 平衡好 运行时间 对于场景设置里边 前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伏笔 就ramup ramdown 到底应该怎么来设 现在你通过这个analysis分析以后 你慢慢你就感觉到 ramup ramdown设置合力 对我们的后边的分析 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第一个原则 是叫做越慢越好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 ramup的过程 或者说在ramdown下降的过程 虚拟用户数的增长下降的过程 越慢越好 这个太快了 每15秒钟加5个 30个用户很快就加完了 1分钟就加完了 我们现在把它变慢 每30秒钟 加两个用户 这样是不是就变慢了 变成了现在加这个用户 加这30个用户要花十几分钟 很慢很慢 慢了有什么好处 就是这个收时间 本身就十几分钟 那么慢了 相对于我们这边 你看我收集这些数据点的时间 是不是就会周期越来越长 我这个虚拟用户 增加的频率呢 它也会比较慢 很细了 相对于很细 这样它获取到这两者的 这个趋势 是不是就会更加的精准 因为很慢 它慢慢在收集这些数据 而且是两个两个往上增长 它的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一会儿五个上 五个增加 一会儿五个增加 它会跳跃太大 两个两个 甚至呢 你要有时间 有闲情意志 一个一个增加都可以 我记得是改成两个 一个一个增加也行 更慢 没有保存 两个一个 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但是不能太慢 我三十个用户 我还可以一个一个来玩 对吧 也要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我三百个用户呢 我要这个一个一个半分钟 增加一个 我要一共要花多长时间 我要花 两个多小时 我这个ram up过程才能完成 这个就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还要坚持第二个原则 在越慢越好的前提底下 一定要平衡好 总的运行时间 你不能让总的运行时间太长了 这还只有三百个 如果有三千个呢 那不得运行二十多个小时 所以这个很夸张 三千个用户 这运行了一天 对吧 一天你一个小时 二十五个小时 这就太夸张了 你只有ram up 你就花二十多个小时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我们做的 又不是长时间的那种稳定性测试 所以如果是三千个 你可以每三十秒增加五十个用户 这样我们花大概 stop 我直接先全部停止 我们看 一共花了大概多长时间 二十多分钟 这还算可以接受 对吧 但是这也足够慢了 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增加 只有这样慢的过程 才可以让我们收集的这些数据 足够多 趋势表体现的难 足够细 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 太快了 你炒数据的都是 跨度很大的一些数据 这个趋势就很难明确的体现 OK 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根本的原则 ram up ram down 都是这样一个原则 越慢越好 但是你不能 超越了太长的运行时间 所以两者取一个权衡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anarsus里边 右键的功能的一个使用 这节口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 这些关于是 这种管理 Fact Ya 那么 kalau没有 大家聊的 键